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想喝点什么 最强战力 我不太关心这类话题 我还以为会有什么只有九宝先生才知道的消息渠道呢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我可不做情报方面的工作 但真要我推选一个人选的话 暗夜英雄吧 我听人提起他的事迹 好像是从深渊教团手里救出过平民 出现了 是隐藏情报 话说回来 那些深渊教团的怪物还真是四处作乱啊 你好 我在锻炼身为冒险家的酒量 你要不要一起 你问我心目中的最强战力 那应该就是光辉万丈的大冒险家斯坦利先生了吧 虽然学会的赛流司会长也很厉害 但能够直面禁忌海魔兽的只有斯坦利先生一个吧 禁忌海的魔兽听上去很羞猛呢 要是出现在你面前你会害怕吗 哦 真不愧是你呢 你也是来品尝蒙德著名的好酒吗 要说最强的话 那当然是我们的秦团长了 就是因为秦团长太厉害 甩几下剑就能击败一技守卫 一个人就能扫平达达乌帕谷的三大不足 才会让我们过得太安逸 无所事事 嗯 秦团长给人的感觉的确很可靠 但是 总觉得这个家伙已经最熏熏的了 嘿 朋友 你好 怎么样 想听听六指桥瑟偶心沥血的最新作吗 呃 蒙德的最强战力 我想 那是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 没错 这就要说起半个月前的某一天 我去望风山地寻找新作的灵感 结果 你猜怎么着 啊 怎么着 我发现了一位极具破坏力的强者 望风山地的一大片地貌都被那位强者改变了 哇 那时 我躲在灌木丛后面 看到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跑远了 只留下面目全非的山地 呃 但是这样说了 别人也不相信 嗯 小女孩和那么强大的破坏力 很难联系在一起呢 要我说 她一定有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的宝物 说不好 还是全盟德最厉害的宝物 你是说 宝物 你听见了吗 这是我的猜测 呃 不对 是阴忧诗人敏锐的感觉 怎么这样 那个小女孩 叫什么名字呢 呃 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不怎么在蒙德城里见过她 诶 别不相信啊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嗯 听上去还有点神神秘秘的呢 不过 谢谢你的情报 果然就跟巴顿先生说的一样呢 但是 如果像这样 谁都说服不了谁的话 岂不是永远都不能知道 蒙德的最强战力到底是谁了 啊 有啦 我们去找秦团长问问看吧 说不定会有西风骑士团认证的官方排行榜 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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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秦团长 打扰你啦 我们在收集蒙德最强战力的情报 有没有 那种西风骑士团认证过的官方排名呢 蒙德最强战力 抱歉 不能帮上忙了 我身边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唉 好可惜 我还希望看他排上前五呢 即使没有这方面的统计 我对这位荣誉骑士的实力也从未质疑过 对了 说到这个 最近又有深渊教团的法师 在蒙德城附近鬼鬼祟祟的出没 如果你们在蒙德周边逗留 也希望能够帮忙留意一下 以你的战力 守护人们的安全应当不成问题 好 如果能把深渊教团解决掉的话 他的排名又会上升一点吧 总之 打倒他们就对了啦 感觉被你们的干劲激励了呢 那么 一路小心 你没事吧 我 我很好 对不起 撞到了你们 这 上面写的是 城里放炮禁闭式暴盗 炸弹伤人请找上门 放火烧山可力完蛋 哎呀 这 这是凯耀哥哥帮我总结出的 总结出的 生存守则 生存守则 哦 这 就是不论如何 千万不能违反的东西 不然会发生很可怕 很可怕的事情 嗯 啊 啊 忘记做自我介绍了 我的名字叫做可力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 是帮助了蒙德的荣誉骑士 哇 好感动 又一次得到了肯定 我是金安博 啊 不对不对 来不及说这些了 我 我其实有件很紧急 很紧急的事情 所以才抱着地图跑来这里 我 我埋在地狱森林里的宝物不见了 你是说 宝物 没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宝物失踪可是大事 要不 我们帮你找回来吧 好耶 谢谢你们 我看看 呐 宝物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 我劝出来了 我在买宝物的地方 还查了一个小木牌 很好找的 木牌 好像能明白宝物为什么会失踪了 荣誉骑士哥哥 我们赶快出发吧 啦啦啦啦啦 明明东西不见了 小可莉怎么很开心的样子 呃 因为最近雷泽和阿贝多哥哥好像都很忙 可莉不能去打搅他们 但是可莉现在交到了新的朋友 没想到会有哥哥帮忙 嘿嘿 可莉很安心 到了到了 就在这附近 到了到了 就在这附近 你们看 我那么大一个宝物 之前就是埋在这儿的 被挖出了一个坑呢 啊 是神月法师 难道 他就是秦团长之前警告的 偷偷接济蒙德城的 诶 她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啊 是我的宝物 诶 去 那女孩居然在那帮手 计划又编 喂 你有本事别逃呀 神月法师 嗯 之前来森林里玩的时候 没有见过呢 看起来挺可爱的 感觉摸上去的手感也会很好 猫 快把宝物交出来 快把宝物交出来 烦死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 怎么可能还给你 嘿嘿嘿 喂 小可莉千万别被迷惑了 神月法师是坏人哦 啊 呃 是的 秦团长告诉过我 偷东西是不好的 震注 如果你们不在 只有那小女孩一个人的话 如果能够想办法 让她滑回来的话 深渊法师逃到这里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是秘境的入口 深渊法师一定是逃进去了吧 小可莉 还跑得动吗 要不要留在这里 我们逃来宝物之后还给你 不 不行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猫肉肉偷的是我的东西 我自己也要负责把它夺回来 嘿嘿 可莉是很厉害的 荣誉骑士哥哥 我们走 我们走 咳咳 追上来了吗 看来你们还算有两下子 不过 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想要做什么 我们可是在人类的传言里收集到了详细的战利情报 好 这个红衣服的小女孩拥有蒙德成最厉害的宝物 现在宝物在我手上 你们再着急也没用了 好 就用这个宝物来对付你们吧 不行 千 千万别动它 嘿嘿嘿 看你慌张的样子 终于知道害怕了吗 让我看看 哦 火焰的标记吗 哈哈 喔啊啊 深存守则之 炸弹烧人请找烧门 啊 完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嗯 可莉的宝物原来是炸弹嘛 难怪会有可莉是蒙德最强战力的传言呢 至少我是肯定不敢跟她打架的了 但是她为什么要逃走呢 嗯 也对 那我们还是先回骑士团 找秦团长汇报一下情况吧 可莉也在这里 我 我自首 我 我的炸弹 炸弹扎伤了人 违反了生存守则 我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可莉 你先回答我 伤员呢 伤员人在哪里 嗯 但 但是毛茸茸只是偷了东西而已 我的炸弹却把它给 嗯 我之前说深渊法师是坏人 只是一种比喻了 深渊法师不是人类 他们是 嗯 与人类为敌的坏家伙 嗯 毛茸茸 与人类为敌 是坏家伙 哎 哎 脑 脑袋跟不上了 嗯 这是我的疏忽 因为你还太小 我之前从没有把这些告诉过你 实际上 深渊教团的怪物们是侵扰着蒙德的威胁 最近格外活跃 对哦 我明白了 他们就是听到了宝物的留言 才盯上可莉的呀 就像 就像我最初也会想得到 呃 不 想知道这宝贝一样 所以 所以说 看在你这次的功劳上 下次的羽球节就允许你一起参加吧 嗯 羽球节 哇 哥哥到时候也一定要来哦 哎 圆满的结局 不过 不过 可莉 你原先的宝物 藏在了哪里 嗯 嗯 是不是又想去炸星落湖的鱼了 我 我不是 不是 她才拼命给我们试颜色呢 可莉 可莉 可莉这就去金币市报道 嗯 不知道可莉一个人关金币 会不会无聊 好 您好 猜猜我是谁 啊 是小叛蒙的声音 好啊 那就 嗯 不 不对 可莉是真心在反省的 不要诱惑我 金币期间 我会留在这里 做羽球节特制版的宝物 呃 宝物 嘿嘿 我专门做成了羽球的形状的 很可爱的 等到了羽球节的时候 嗯 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唉 要是这段话被秦团长听见了 她的金币时间估计又要加长了吧